天堂的门坏了,上帝要招标重修,印度人说三千弄好,理由是材料费一千,人工费一千,我自己赚一千,德国人说要六千,材料费两千,人工两千,自己赚两千,中国人淡定的说,这个要九千,三千给你,三千我的,剩下三千给那个印度人干,上帝拍案,中国人中标,后来,地狱的门也坏了,阎王吸取了上帝的教训,制定控制架三千, 德国人看了一眼走了,印度人报价三千,中国人给了平标的小鬼五百,报价三千,又中标了,德国人,印度人很纳闷,之后,中国人花了五百材料,五百人工,修了一半,全部停工,拖了半年,阎王被逼迫,追加投资三千,断工,再后来,天堂连接地狱的电梯坏了,也要重修,经过前面两次的教训后,控制定价三千,而且规定要一次性修好, 德国人又来看了一下,走了,印度人报价三千,中国人也报价三千,并称,完工后,用茅台送,又中标了,拿到钱后,中国人开工,材料五百,人工五百,完工后,上帝叫人验收,事先收了中国人红包五百的验收员声称合格,不久又坏了,安监质检都收了钱,等部门说,超在所知,要重建, 上帝被逼迫,追加资金九千重建,再再后来,通往人间的大门也坏了,死得上不来,投胎的下不去,上帝和阎王都很着急,问题很严重,经过前几次的教训之后,天国严格定价三千,监离审计现场跟踪,并且免费保修一亿年, 德国人被吓跑了,印度人报价三千,中国人来了,保无偿修理,且免费保修两亿年,但要一亿年的管理权,上帝和阎王都同意了,中国人修好了门之后,在门口设了一个收费站,死了要上天堂的收五百,下去投胎,每人每次五百,双向收费,且上不封顶,给五百的投到欧洲,给逆千的投胎到美国,逃费的一律投到印度, 上帝和阎王无语,彻底崩溃,毫无疑问,这个人是个精明狡诈的商人,但他的成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,做生意就要这样,学会转换思维,懂得改变策略,只有拥有商业智慧思维的人,才能做到,处处都是项目,处处都是商机